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来奇怪 听你这么一说 我好像也想起了什么 或许你与我一样 曾经与类似的处所有过什么缘分 是啊 设法活着离开这里 才是此刻的当务之急 小姑娘好军的剑法 这下真是远远不及 生子俊 你的武艺比之前更好了 无须自欠 小姑娘也有那样的感觉 这么说来 莫非你我之间 在过去真的有过什么 即使真有 现在也不是关心这些的时候 小姑娘 咱们说是要寻找离开的出路 不过这一路来启动机关 似乎是一直在往下降 你这想法不无道理 那应该是慕容灌主对此地有所误解 这倒不劳你多了 小姑娘说的没错 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这么一阵还真是神 我记得咱们之前 一共经过四处机关 加上中央有巨大平台的那一层 这里 应该已经是第六层 房间正中的文字是四 算来 是第六层没错 你的推断应该没错 所以 还有三层要闯 然而路途已经过了大半 沈子俊 没想到我们还不知道能否找到出口 你倒是先担心起这个来了 多少有些感触 不 不知萧姑娘所指的是 这一路上 每当与你联手对敌 总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 我明白萧姑娘的感受 不知萧姑娘 这房间中的文字是二 看来 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八层 如果接下来一路顺利 咱们很快就会到达最深处的第十层啊 看来这趟意外的旅途 就快告一段落了 小姑娘都没头绪的事情 我肯定更加踩不到 如果真是霸剑 赤宗神必定会有所指示 沈子俊 你还记得那夜我在汉阳对你说过的话吧 小姑娘当时说的话 我都牢牢记在心里 沈子俊 每次遇上你 都让我内心动摇不已 我相信你对我的好意 但内心深处 却又感到莫名的不安 小姑娘请放心 我能明白 多谢你 我想这样就够了 而在这前面的巨大声音 看来就是当时遇上了凶兽 怒没猜错的话 证明这种最终看守者应该就是他了 你见过这东西 那么你能活到现在还真是幸运 嗯 有着凶兽盘踞于此 也难怪无人能生离此地 不过 我们能一路闯到这里 相信是不会输给他的 小姑娘 我们合力一起渡过这个难关吧 这回大敌当前 咱们得使出全力一战 蛮痛的哦 蛮痛的 嗯 對 無神 果然還是要靠…靠小贏 主角沒有狂魔大法是這個廢物 欸?他是瘋狂嗎?不是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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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 你會不會有狂魔大法 他會不會有狂魔大法 他會不會有狂魔大法 这凶兽着实厉害 不过依然不是我们的对手 小姑娘无需客气 想使我们一路来 默契越来越好 不论攻守进退 都能彼此照应 加上你威力无比的剑招 才得以顺利战胜着 前所未见的强敌 说得也是 放在这台座上的事 千必预见 我来中原后 四处寻找赤宗神指示之物 汉有人知的奇珍也看了不少 却从未见过这样的异简 正是 我因为某些缘故 必须收集这些异简 申子俊 没想到你也会收集奇珍异宝 虽然这异简看来十分重要 不过并非我所需之物 我就将它让给你吧 多谢小姑娘 那我就将它收下了 看来取走台座上之物 会触动某个机关 我想起云露山古墓最深处的房间 出口 可能就在这附近 不知好歹的臭小娘 有种你再点骂一次 暗眼的大丑熊 别光在那边叫嚣啊 有种你就放马过来 庞长 此刻屋主大人下落不明 咱们不宜擅自妄动 此地的机关如此厉害 就算那女人身手再高强 此刻说不定也已经身陷迷阵深处 再也无法重见天日了 庞长 你竟敢这样称呼屋主大人 有什么敢不敢的 沈大哥 你平安五世真是太好了 萧姑娘也是因为机关而与伙伴分开 之后与我巧遇 我们与公子分开 分散之后 小前辈设法在墙壁上找到出口 一来到这房间 就碰上在这里等待萧姑娘的庞昌和渝武 庞昌 渝武 这里没有我们要找的东西 只是个圈套 萧姑娘说的是 沈子俊 承蒙你不计前嫌 愿意以城相待 与你结伴同行的时间虽然不长 却让我有诸多感触 萧姑娘无需客气 还请慢走 萧姑娘 你别遇了 你怎么和那个魔女越来越要好了 萧姑娘 你怎么和那个魔女越来越要好了 看你怎么辩解 把你髒姜拿到的 凶 你不用拒绝 吧 你不用拒绝 我拒绝 我拒绝 再次 一半 这一次 十七八十八 要加价 你今天 我擒绝 我擒绝 你身边 你身边 沒想到你今日勿交申子俊慈等肥肋 可憐吶可憐的掌門吶 你是在裝嗎 如果你是講真心話可憐吶 難怪空同敗後面會毀滅都是你的錯 蛤 這都逐出是門 難道是故意的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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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您聽我說 除謀教徒無方 只有此事 實在愧對各位武林同道 還望各位看在白姑娘年輕時前的份上 給她改過自新的機會 沈子俊 不論你們之前是為何原因進入地下謎陣 但你任由敵人安然離去 並與其守消音關係密切 卻是事實 晚輩明白 多謝前輩的寬宏大量 忠衛整門 敵人既已頓走 我們射下的拳套已然失敗 該當撤了外頭的戒備 請各自帶門人弟子回去好好歇息 今後該當如何 咱們擇日再從長己 白姑娘 你昨晚難過了一整夜 看來沒怎麼睡 今天又這樣猛喝酒 不但傷身 對你的修為也不好啊 好 反正現在 我已經不是空童弟子了 既然不用再守那些青龜 我就索性 喝酒喝個痛快 何大叔 神大哥 蘭姐姐 你們都來陪我喝 姚妹 小前輩說得沒錯 喝酒解悶固無不可 不過你酒量本來不大 若是喝醉了酒之後胡言亂語 只怕要被公子笑話了 蘭姐姐太奸詐了 竟然拿神大哥來壓我 笑話就笑話好了 我 我才不管 白姑娘 借酒交抽抽更抽 這我比你清楚得多 何大叔 何大叔 這些我都明白 可是我心裡還是難過 姚妹就别在意这个了 我也不在乎他们对我有何想法 中原正派那些驴头剑士肤浅 从来就没长进过 既然他们此刻都聚集在神武关 到神了我四处奔布的功夫 到日你且在这等着 我去那里好好帮你出这口气 义父 义父 喂他们连骗 神出鬼没啊 神大哥 刚才那段话我也听到了 是义父没错 没想到只一眨眼他就没了踪影 等等 他刚刚说要去神武关帮我出气 该不会是打算 公子 妾察觉到 襄阳城上似有血光之相 您的预感只怕是对的 咱们最好 此刻顾不得慕容冠主的禁令了 咱们得马上去神武关一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